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本章的最后一节 第三节综合分析与评价 大文豪苏氏的提西林弼大家都会背 横看成岭侧城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原身在此山中 我们前边的财务分析指标 都是站在某一个侧面 对企业进行分析 它无法反映企业的全貌 我们需要跳出山中 站在更广阔的一个维度 站在整体的角度 对企业进行分析和评价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所谈到的 综合分析与评价问题 那先说第一个大的标题是 杜邦分析法 是美国的化工企业杜邦公司率先应用的 那么净资产收益率这样一个反映获利能力的指标 它的原始表达是用净利润除以平均的净资产 平均的净资产是用七出净资产加七墨净资产除以二的 为了保持分子分母口径是一致的 分子分母因为分子它是一个流量的指标 保尔摩分母和分母的净资产生某一个点上的存量指标 所以流量除以存量的存量要平均化出来 这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内容 那么在杜邦分析法里面呢 把净资产收益率做了一个拆分 用总资产的报酬率去乘权益乘数 那这个式子呀 你最终整理后的结果呢 它跟原始表达式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去整理了 那总资产的报酬率呢 又拆分成为销售净利润率去乘总资产的周转率 然后我们再去乘权益乘数 这个表达式需要大家掌握的 来权益乘数呢 是用资产总额除以所有者权益总额 它的含义是权益资本 通过举债经营所放大的倍数 放大的倍数越大的话呢 这个式子越大其他不变的话 就这个权益乘数的值越大 我们前面这两个式子不变 那净资产收益率呢 是上升的提高的 当然风险怎么样 是不是也加大 来我们进一步的去整理 所有的权益呢 是资产减负债 所以等于资产总额除以资产总额 减掉负债总额 那这个式子呢 分子和分母 我们同时除以资产 分子呢 资产除以资产 变成一了 那么分母呢 是个什么情况 资产减负债再除以资产 那资产除以资产是一 来资产负债率的这个数值是多少 反过来呢 给定资产负债率 我们也能够算出来 权益乘数的数值是多少 另外呢 我们根据它的原始表达是权益乘数等于资产除以权益 资产等于什么 说一下 资产呢 等于负债加上所有者权益 那进一步可以写成什么呀 那就是把资产总额写成所有者权益加上负债 那就变成了这样一个表达式 你把它写成两个式子相加的形式 那就是所有者权益除以所有者权益 这变成一了 然后加上负债除以所有者权益 请问负债除以所有者权益 这叫什么 这叫产权比例 是我们上次课 我们之前讲过的反映长期偿债能力的一个财务指标 叫做产权比例 所以说权益乘数它还等于什么 一加上产权比例 这是净资产收益率的表达式 回去呢通过刷一些题 一定要把这个表达式给掌握了 我们对这个分析方法做一个说明 那第一个净资产收益率是综合性最强的财务比率了 也是杜邦分析体系的核心指标 这个指标 它反映的是所有者权益的获利能力 反映企业筹资 跟这里边哪个底线出来 权益乘数 权益乘数呢 不说吗 权益资本通过举债进行放大的倍数 那这个跟筹资有关 投资资产的营运 比如说这里面总资产的周转率呀 跟什么 总资产的周转率 这不就能够反映它的这个营运的情况吗 另外销售净利润率呀 也能够反映企业的什么 能够反映企业的投资的好与坏 这样的话提高净资产收益率 是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基本保证 第二呢 是提高销售净利润率 是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关键所在呀 企业能够赚多少多少钱 就是获利能力的强和弱 其实主要是受哪一个因素的影响 就是销售净利润率了 第三呢是资产负债率越大 权益成数越高 说明企业有比较大的负债程度 既可能给企业带来比较多的杠杆利润 也可能带来比较大的财务风险 这叫高风险高收益 其实这种就是高风险高收益的这个基本原理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做了一个理论上的解析 多选题 下列关于杜邦分析体系的各指标表述中 正确的有 净资产收益率核心指标是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基本保证 正确 B净资产收益率等于销售净利润率 乘上总资产周转率 那你还得承设一个权益成数才是对的 那么提高销售净利润率是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关键所在 那这句话没问题 这块少了一个什么样 少了一个权益我们还得承设一个权益成数它才是对的 所以这个选项就不行了 C总资产的周转率体现了企业经营期间全部资产从投入到产出的流转速度 往往企业销售能力越强 总资产的周转效率就越高 当然了 B呢 权益成数主要受资产负债率的影响 我们刚才给大家推导过那个公式了 就是权益成数呢 等于1除以1减掉资产负债率 就是哪一个表在这呢 权益成数等于1除以1减掉资产负债率 所以是把这记住有好处 主要受资产负债率的影响 与资产负债率呢 同向变化对崩 我们要看这个表达是 如果资产负债率提高了 分母呢 减掉一个变大的数呢 分母变小了 分母变小了 整个这个值呢 变大了 就意味着资产负债率提高 权益成数呢 也是提高的 所以他们两个呢 是同向的变动 历史正确的 以净资产收益率呢 与企业的销售规模 成本水平 资产运营资本结构等等 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为它的表达式里边 你看涉及到销售净利润率 总资产的周转率 权益成数 这样三大指标啊 那这个销售的规模会影响到 包括成本水平会影响到 它的销售净利润率 资产的运营呢 会影响到它的什么呀 影响资产的周转率 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呀 还有一个周转率的指标 而这个筹资的问题是吧 就是资本结构呢 资本结构是负债和权益之间的 一个比例关系 会影响到权益成数的大小 等等呢 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些因素呢 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 只有把这个系统内的各个因素协调好了 那才能够保证净资产收益率的最大化 进而实现企业的理财目标 说的多好啊 所以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ACDE这样四个选项 17年的单选 甲公司2015年2016年销售净利润率 分别是10%和12% 总资产的周转率呢 是6和5 假定资产负债率不变 资产负债率不变 就意味着谁也不变 权益成数 我们刚刚说过权益成数呢 等于1除以1减掉资产负债率 与2015年相比呢 2016年净资产收益率的趋势 是一个什么情况 那就把公式写出来呗 净资产收益率等于销售净利润率 乘以总资产的周转率 再乘权益成数 然后把这两年的指标咔咔 往这里面一带就完了 2015年的净资产收益率 它的销售净利润率 10%乘上总资产的周转率呢 是6 权益成数没给 周没给没给的话呢 也无所谓 就写上权益成数 中文的形式 最后都约掉了 那这个式子的结果呢 是60%乘上权益成数 那么2016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呢 我们用16年的销售净利润率 12%乘上总资产的周转率呢 是5 再去乘2016年的权益成数 算出来的结果呢 是60%乘权益成数 由于资产负债率保持不变 那就意味着权益成数呢 也保持不变 这不约掉了吗 都保持不变 权益成数保持不变的话呢 60%乘权益成数 和60%乘权益成数 这两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呢 是一样的 所以呢 相比没有变化 找答案吧 选项C是正确的 这个题目 16年考了 那22年去年有一套卷 也考了一模一样 2015年末 甲公司每一股股票的账面价值呢 是30块钱 注意是每一股股票的账面价值30块 如果说我们能够算出来 股数是多少 用股数乘胜30 这叫什么呀 这叫2015年末的 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 所有者权益叫什么 叫净资产 那负债总额是6000万 每股收益是4块钱 每股收益是怎么算的 是用净利润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除以发行在外普通股的 加群平均数 那么每一股发放的 现金股利是1块钱 当留存收益 当年的留存收益呢 增加1200万元 大家注意 当年的留存收益增加1200万 那么我们当年 每一股股票带来的收益呢 是4块钱 每一股股票赚的钱是4块钱 而每一股股票发放的现金股利呢 是1块钱 那就意味着 每一股股票留在企业的 形成的留存收益是多少 4减掉1就行了 4减1那是3 乘上什么呀 乘上股数 就等于当年留存收益的增加额1200万元 通过这个表达式呢 我们能够算出来股数是多少 4减掉1得3 12除以3呢 那这个结果是400万股 是不是就把股数给算出来了 我们用股数去成每一股的账面价值30 就能够算出来 15年末的所有者权益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是多少钱 那假设公司一直没有对外发行优先股 就意味着这里边的净利润全都是谁呀 普通股股东的 我们刚才这个算法就是有这样一个假定了 则甲公司2015年末的权益乘数是多少 权益乘数呢是用资产总额除以所有者权益总额 所有者权益总额就是什么 就是净资产的金额 那么这个净资产或所有者权益怎么算 刚刚已经说过了 用400万股成成每一股的账面价值30 那资产给了吗 资产没给 那资产等于什么 资产它等于 它等于什么 等于负债加上所有者权益 负债给被给给了 负债是6000万元 加上所有者权益 我们刚刚已经算过了 那最终就能够把这个数字呢 给它算出来 来吧 那么股数400万股 刚刚算过了 用400万股乘上每股账面价30 期末的所有者权益是 12000万元 这样的话权益乘数 等于资产除以所有者权益 资产呢是负债6000 加所有者权益 12000 然后再除以所有者权益 12000 这个结果呢是1.50 找答案吧 选项2B呢是正确的 15年的单选 说2015年的销售净利润率 是19.03% 净资产收益率呢是11.76% 总资产的周转率呢是 30.89% 问2015年的资产负债率是多少 怎么算呀 净资产收益率呢等于销售净利润率乘上总资产周转率再乘权益乘数 用杜邮分极法的这个表达式能够算出来什么能够算出来净资产收益率的这个表达式啊能够算出来权益乘数是多少权益乘数算出来的资产负债率当然能够算出来呀为什么因为权益乘数等于一除也一减掉资产负债率来吧那么净资产收益率等于销售净利润率乘上总资产周转率再乘权益乘数 那就意味着权益乘数呢等于谁权益乘数呢等于净资产收益率11.76%除以谁啊除以销售净利润率19.03%乘上总资产的周转率是30.89%这个结果是2 那权益乘数2呢等于什么等于1除以1减掉资产负债率 所以呢资产负债率呢最终就能够算出来50%选项A是正确的 单选T这个题也需要动一动脑花心了 甲公司2020年实现的净利润呢是500万元年末的资产总额是8000万 这是年末的那净资产呢是3200万元 如果该公司2021年的资产规模和净利润的水平 约上一年是一致的 而净资产的收益率呢比上一年提高两个百分点 则甲公司2021年的年末权益乘数是多少 权益乘数的公式是用资产 注意啊是用资产 除以所有者权益 是用年末的资产总额 除以年末的所有者权益总额呀 那题目当中给定了什么 给定了上一年2020年末的资产总额是8000 然后说2021年的资产规模 净利润水平和上一年是一样的 就意味着2021年的资产总额也是多少吧 也是多少是不是也是8000 那这个式子的分子不就出来了吗 关键是分母的所有者权益年末数是多少 通过题目当中给定的上一年的信息 能不能够算出来呢 那你看2020年的净利润是500 年末的资产总额8000 净资产的是3200 我们用500净利润除以净资产3200 能够算出来2020年的净资产收益率 没有问题吧 2020年的净资产收益率 那么2021年的净资产收益率 比上一年提高两个百分点 我们就在上一年净资产收益率的 式子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再加上2% 这样的话就能够算出来 2021年的净资产收益率 没问题吧 2021年的净资产收益率算出来了 那他说2021年的净利润水平和上一年是一样的 上一年的净利润是500 那就意味着2021年的净利润也是500 净资产收益率的原始表达式呢 是用净利润除以净资产 没有问题吧 那2021年的净资产收益率 刚才我们已经算过来 让他等于2021年的净利润也是500 除以什么2021年的净资产 这样的话就能够算出来 算出来什么 就能够算出来2021年的净资产是多少 净资产就是所有者权益 那这个分母是不是就出来了 最终的答案也就算出来了 来吧 2021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 用500除以3200 这是2020年的净利润除以什么净资产 再加上提高的两个百分点 2%呗 那这个结果呢是17.63% 2021年度的净利润和2020年的是一样的 那就意味着2021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呢 也是多少 也是17.63% 这是2021年的净资产收益率 它的原始表达式呢 是用什么 是用2021年的净利润除以什么 除以2021年的净资产 没问题吧 那这里边净利润跟上一年怎么样 跟上一年是一样的 上一年的净利润说明说 说500 那就把这个换直接换成500呗 这样的话2021年的净资产不就出来了吗 用500除以谁呀 17.63%的净资产收益率 那这个结果是2836 净资产2836出来了 就是所有的权益 那因此年末的权益整数呢 是用资产 资产的金额呢 是8000跟上一年是一样的啊 出以所有的权益 所有的权益是我们刚刚算出来的 2836 那这个结果呢 是2.82 选项C 是正确的 下一个单选题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呢 下列因素变动能够提高净资产收益率的事 A产品成本上升 他这个杜邦分析法下的那个表达是 如果是三项相乘呢 是销售净利润率 销售净利润率乘上总资产的周转率再成权益成数 没问题吧 来 那么他说是净资产收益率提高 我们A呢是产品成本上升 产品成本上升 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呢 销售净利润率怎么样 下降 那这个就不行 B呢 存货增加C呢是收涨期的延长 存货增加收涨期延长会导致什么呀 会导致资产的周转率下降啊 那这个也不行 四地呢是资产负债率提高 资产负债率提高的话呢 权益成数的也提高 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呢 会提高净资产的收益率 因此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四地这个选项 第一个大的问题 杜邦分析法就给大家讲完了 下面第二个大的问题是综合绩效评价 是对企业一定经营期间的盈利能力 资产质量 债务风险 以及经营增长等等经营业绩和努力程度等方面进行的综合评判 那么综合绩效评价是综合分析的一种 一般是站在企业所有者 就是投资人的角度来进行的 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实施细则 附加二所确定的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指标及权重 如下表所示 这张表格出没出过题 出过 出过多少次呢 出过挺多次 所以有同学问说老师这个要不要战略放弃 放弃是懦夫 是弱者的行为 别动不动就战略放弃 您说那这张表格的内容太多了 怎么掌握呀 不如你搁我在这里吗 我会传授你们记忆的技巧啊 这张表格的标题呢 是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标题不用记了 那么评价的内容的两个维度 一个是财务绩效占70% 一个是管理绩效占30% 您说那70% 30%用不用 不用 如果用记的话 这也很容易三期开吗 一般我们都愿意说三期开呀 来管理绩效 战略管理发展创新 经营角色风险控制基础 管理人力资源行业 行业影响 这个叫社会空限 这怎么记呀 这呀 不用记 为啥不用记呀 抓住它的特征就完了 你看看管理绩效的这几个有什么特征 没法量化 这些是无法量化的 无法量化 是不是就把它记住了 没法通过一些什么财务指标 一些比率 把它数字化 把它量化 那就是属于什么呀 管理绩效呗 你看战略管理发展创新 经营决策 风险控制 你怎么去量化 你没法量化呀 那么能量化的 能够通过财务比率来反映的 反映成为财务指标的 这叫什么 财务绩效 财务绩效呢 有不同的维度 包括盈利能力 资产质量 相当于是周转能力的 债务风险相当于是偿债能力 经营增长相当于是增长能力 这几个维度 我们前面在第二节 一般的财务指标分析时呢 全都给大家讲过 那每一个维度呢 又分成基本指标和修正指标 那有同学有问 说老师呢 是记修正指标 乃是记基本指标 还是斗计呀 我们记基本指标 为什么 因为基本指标的内容比较少啊 你把基本指标给记住了 每一个维度的基本指标 给他记住了 排除法 剩的是什么 修正的指标 那这张表格里面的内容就掌握了 所以真的是要做一个有心人啊 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记的就是 这一册这一列我图黄色字的部分了 怎么来记呢 很简单 每一个维度里边的基本指标呢 是几个 是两个 那这两个有什么特点呢 都是我们在前面 讲一般财务分析时 要么是大家非常熟的 非常熟非常常见的 要么是怎么样啊 要么就是考试愿意考的 比如说盈利能力 净资产收益率 是杜邦分析的核心指标 再有总资产的报酬率 净资产收益率 如果说写成两个式子相乘的话呢 就是总资产的报酬率乘上权益成数 这不就把它记住了吗 那么资产质量方面的 一个是总资产的周转率 一个是应收账款的周转率啊 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包括周转次数 周转电收 我之前也都让大家掌握了 应收账款的周转次数呢 分子算母是啥呀 分子呢是营业收入 消购收入 分母呢是平均的应收账款 七数加七末除以二 那么总资产的周转次数呢 也是用营业收入除以平均的 总资产七数加七末除以二 那么第三个维度呢 是债务风险反映偿债能力的 资产负债率 你说你是夺手啊 反映长期偿债能力的 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指标 还有一个呢是考试特别愿意考的 愿意考计算的 以获利息倍数 用稀税前利润 用稀税前利润 EBIT除以谁呀 除以全部的利息 稀税前利润怎么算呢 用税前利润加上利息 税前利润怎么算 用净利润加上所得税 所以如果题目当中 给定净利润了 用净利润除以谁呀 一减掉25%的税率 这叫税前利润 再加上利息就是什么 税税前利润 除以全部的利息 就把它算出来了 经营增长 销售营业增长率 资本保值增值率多首啊 销售增长率呢 是用销售的增长额 除以上一年的销售收入 那这里边资本保值增值率呢 资本保值增值率 除法要期末的所有者权益 除以期出的所有者权益 就把它算出来了 剩的是什么呀 排除法剩余的这些呢 统统是修正指标 就不用去记它了 我们看这种方法 适不适用啊 通过几个题检验一下 去年的一个多选 下列属于国资委发布的 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 实施计则当中规定的 财务绩效的基本指标的有 没问什么维度 那无所谓 基本的 要么是非常常见的 也非常熟的 要么是考试愿意考的 总资产周转率啊 反映的是什么呀 资产质量状况的基本指标 你说基本指标除了 就是反映资产质量状况的 除了总资产周转率以外 还有一个是谁呀 叫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B呢 是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呢 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方面的 基本指标 除了净资产的收益率以外 还有一个总资产的报酬率 是不是叫总资产的报酬率 这不在这呢吗 没问题啊 这个也是对的 那C呢 是疑惑利息倍数 是反映债务风险 或常债能力当中的 基本指标 那基本指标除了 以货利息倍数以外呢 还有一个是谁呀 叫资产负债率 次第呢 是资本保值增值率 反映的是成长能力 方面的基本指标 除了资本保值增值率以外呢 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还有一个叫做销售的 营业的收入的增长率 就是哪个呢 就在这个位置 反映进行增长情况的 销售营业增长率 还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啊 那么E呢 是成本费用利润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呢 这个不是基本指标 这个是反映盈利能力方面的 修正指标 所以说我们这个题的 正确答案呢 是A B C D 这样四个选项 实用不 实用 18年的独选 下列属于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当中 管理绩效评价指标的 管理绩效评价指标的 就是不能够量化的 不能够通过财务比率来反映的 A呢 是经营增长 增长我们可以算增长率啊 这个不行 B呢 风险控制没有问题 C资产质量 我们可以算周转的速度之类的 可以量化的 那么D呢 经营决策评价 没法量化 E人力资源比较 没法量化 没法算财务比率 所以正确答案呢 是B D E 三个选项 实用不 实用 17年的独选 下列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指标当中 属于评价资产质量状况指标的有 是属于财务绩效方面的资产质量状况 没有问修正的和基本的 只要属于这个维度就行 A呢 是资产现金回收率是修正的 B呢 应收账款周转率是基本的指标 都是跟质量状况有关 C呢 不良资产比率呢 是修正的 D 总资产报数一看 报数率 报数率是反映盈利能力的 基本指标 那这就不行了 D呢 是总资产的周转率 总资产的周转率 是反映资产质量状况的 基本指标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呢 是A B C E 这样四个选项 16年的单选 其要综合技巧评价指标 由财务技巧定量评价指标 和管理技巧定性评价指标来组成 那么下列处于财务技巧当中 评价企业盈利能力状况 修正指标的事 出题是什么心理呢 你说 考我们修正指标 修正指标太多了 同学 心情啊 那在那闹心呢 那么考这样的题呢 你要听过我的课 要掌握我刚才传授给你的这个技巧 这是算啥呀 来我们看能不能够运用刚才的这个方法 把这个题做出来啊 首先呢 是盈利能力状况的 然后呢 是修正的 A呢 是总资产的报酬率 报酬率呢 是跟什么有关 是跟盈利能力有关 但是人家这个人 人家这个是基本指标 所以这个就不行了 是吧 再来B呢 是以获利息倍数 这叫什么呀 这叫反映债务风险或常债能力方面的基本指标 所以这个也不行了 C呢 是资本收益率 是跟盈利能力有关的 是基本吗 不是 那答案不就是他吗 D呢 是净资产的收益率 一看收益 这是什么呀 盈利能力方面的什么 而且是净资产收益率 杜邦分析体系的核心指标 那你笨想的都是基本的 所以说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C选项 到这的话 我们这张的内容就接近尾声了 那下面通过这张思维导图 把这张内容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第一节财务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般了解就行了 考试没考过也没法考 那么第二节基本财务分析呢 我们要掌握不同维度的财务分析指标的计算 大家注意 对各位有两个要求 一个是要求掌握常见的财务分析指标的计算 比如说资产负债率你不会能行吗 以货利息倍数你不会能行吗 比如说应收账款的周转次数 存货的周转次数这些都要回的 那么站在计算的角度呢 尤其强调特殊反映上市公司 特殊财务分析比率里边的谁呀 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出提的频次是最高的啊 另外包括市盈率呀 每股净资产等等 尽量都要把它掌握了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呢 是每一个财务分析指标 它类别的认定 就是考试给你几个选项 有不同纬度的 问说反映偿债能力的有哪些 反映资产质量状况的有哪些 我们得能够挑出来 得认识啊 他们各自的类别 应对考试就够了 这是基本的财务分析 那最后一节是综合分析与评价 包括多邦分析法和综合绩效评价 多邦分析法呢 要掌握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啊 两项相成 是总资产的报酬率 成权益成数 那么如果是三项相成呢 是销售净利润率 成总资产的周转率 然后呢再乘上权益成数 那么权益成数呢 要掌握它的原始表达式 是资产除以权益 和它跟谁的关系啊 它跟其他指标的关系 比如说权益成数呢 还等于1除以1减掉资产负债率 那么权益成数呢 还等于1加上产权的比率 产权比率呢 是负债除以所有者权益 这些公式啊 大家不要单独具备 一定要在刷题的过程当中 来继续效果呢 是比较好的 你相信我 相信你们自己 我们听完课以后呢 去刷一定量的题目 一定能够把这些公式呢 牢牢掌握的 那么综合技巧评价 刚才这张表格的技艺技巧呢 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按照我这个技巧呢 再做一些题目 再巩固巩固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那到这呢 我们今年的基础班内容 就接近尾声了 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背考是一种修行 人生最精彩的 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 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 愿大家后续备考旅途愉快 也祝各位能够顺利的 通过今年税务师的好事 那我们今年财务与会计 基础经讲班的课程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